我们谈到这个鬼伯 鬼伯 鬼伯叉叉 鬼伯叉叉 他这一世所患的这个三昧 非常的多 很简单的 第一点 他密教根本十四大界第一条 考你们昨天刚刚念过 对根本上是要身后一号庆祝 对根本上是要身后一号庆祝 要身后一公斤 那鬼伯为什么会换了这个 这个第一条根本多 第一个 我在两千年允居的时候 一直到 2016年 差不多 现在2019了 对不对 当然了 2016他就开始那个闭名了 变年 就变年 两千年开始 一直到2016年 16年当中 完全没有供养 没有供养 我不是贪着他的供养 他连别人给他的供养 他都污掉 别人给他的供养 是说 我这个是要供养师尊的 他都污掉 这个是贪污养刑犯 中国大陆的弟子 给他做会计的 他的账记起来 供养根本上师的钱多少 他把账册给我 上面有写着 供养根本上师钱 有多少 供养这个 他的有多少 供养他做什么的 有多少 其中有一笔是供养 根本上师师尊的 他也辞掉 旧金山的同门 每人给我写贺连卡 然后贺连卡 他在当空 烧掉 没有了 贺连卡也不见 还有供养名单多少钱 每一个供养上师的钱 拜托他哪来西雅图的 也没有 马来西亚的同门 每一次看到他都分两包 一包供养 他鬼伯 一包供养 一包供养师尊 他也污掉 所以一共污了16年 你说这个有供养 根本上师吗